好的 有位朋友跟我們留言 說這個地震突然出現了 我如果想買地震保險 地震保險中的coverage CDEF 這幾個保額這些都是什麼 保額多少比較好呢? 我們趕快請出我們的複達商業保險的保險規劃 是游慧玲小姐幫她解答這個問題 游小姐早安 早安 你好 我也非常想瞭解 請趕快講一下 真的是蠻特別的 因為在我過去20幾年做地震保險或商業保險的過程中 很少有人問這樣的問題 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她正要去考執照 還是她喜歡做學問 所以她問的這麼細 在地震保險裡面ABCDEF各有各的解說方法 通常我們在跟客戶解說 她不會用ABCD來解釋 因為大部分的人記不了這種東西 因為就像考試一樣 通常都直接寫出來 A的部分是保你House的本身 B的部分是保像車庫或床邊多加蓋出來的糧亭 C的部分是保個人的財產 比如說裡面的家具 你很厲害的珠寶盒 高級的包包 鞋子 個人的資產的部分 D的部分它是Living expense 也就是我突然之間要搬去旅館了 或是我後來一定要在外面吃飯店了 我廚房整個坍塌了 那這是另外額外的費用 還包括要清除這些 你可能已經坍塌下來的 你要把它清掉拿去丟 這個都有額外的費用 那在1的部分 如果是1的部分就是個人的責任 比如說掉下來以後 你還壓到隔壁鄰居 你的術還去傷害到路上的這一些花花草草的 別人的這個槌子的部分是個人 這是責任險的部分 那另外裡面還有包括medical pay 也就是說突然這個家裡有親戚來了 受傷了 那剛好也因為地震壓壞人家了 那這個部分會培用 那其實一份保單如果你保的是一般正常的地震險 你沒有特別把裡面小條的拿掉 你就不會少了C少了E 或少了所謂的什麼B或D 這些專業術語的東西 你如果是買的是一整套的這個地震保險 它都保在裡面的 就像這個前一陣子上個禮拜才發生地震 大家很緊張嘛 你如果把保單拿出來看 應該正常的所有保單都是ABCDEF都有在裡面 除非你有要求特別拿掉的 所以大家可以趁機把保單拿出來看一看了 好的 但是其實具體的東西還是要找我們的專家去詢問